好美 女兒節娃娃 3月3號是日本特有的女兒節 習俗上日本人會在家中擺設女兒節娃娃 又稱廚人形 昨天上午東吳大學日文系講師吳美晃 特地把青柳送的七層廚人形帶來與學生分享 同時呢碰過這個娃娃呢 我希望能夠為同學們祈福 女兒節習俗是中國東漢時期傳入 起初是為了代替女兒承受災厄病痛 演變至今則是祈求女兒平安幸福 美豬娃娃外表華麗做工精細 天王和皇后為男左女右 這種關東地區的擺法可是有含義的喔 別人來襲的時候會用右手將刀長拔出 然後來領主 然後用左手來保護主神 記得喔 女兒節當天一過 一定要將廚人形收好 不然女兒會嫁不出去 動新玩 女兒節快樂 報導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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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前面 再見 abel